这个手机里面假设 如果题目里面要求是 REPEAT这个函数怎么使用 REPEAT REPEAT几次的意思 比如说这个地方消耗量 每100笔给一颗心的话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达到 像这样的效果 那当然你总不可能说 自己一颗 比如说这个应该一颗心 这两颗心 那里面的话有一个提示 如果要用到REPEAT加INT函数 那我该怎么做 也许你没有用过没关系 插入函数里面 第一个请你找到文字 文字里面的话找到REPEAT 所以它是按照英文字母 做排序 所以你找到R开头 那当然函数它的使用方法 其实即便你没用过 你可以看一下 它一定会告诉你 这个REPEAT后面刮户里面 会需要几个参数 那第一个参数是TEST 指的就是文字 你要重复什么文字 后面逗点 第二个参数是重复几次 有没有Number times 几次嘛 然后依照呢 有没有它这边有叙述嘛 就是依照你那个字 字串 OK 其实就是TEST 重复的次数告诉它 所以前面是一个文字 后面是一个数字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就两个 两个这个参数嘛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文字 文字部分你可以自己打上去 或者是直接指定 这个C1里面的 这个里面的资料 那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了 所以你可以先按下那个F4 先把它锁定 因为等一下向下填满 它会自动增加它的 这别注意 其实你如果锁定的话 其实你只要锁 其实正确的应该只有锁列就可以了 所以你按F4有没有 按一下 它会两个都锁 按两下只锁列 按三下只锁栏 这按一下又恢复了 所以其实理论上一般 当然书上或以前你们做 当然都是直接就两个都锁 不过比较标准 其实只要锁列就好了 为什么只要锁列 因为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它列号会增加 但是你不要让它增加的话 你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钱的符号 这个是一个锁定的技巧 OK 那重复几次呢 根据它的销售量 那销售量呢 他们我们要100 所以除以100 每100笔记录呢 给一颗心 那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 后方这边就有个1.58出现了 那可是1.58实际上 它是重复1.58次了 不过还好 repeat者蛮聪明的 它知道说 重复没有那个小数点 所以它只是重复一次了 但是如果比较精确的做法 应该是把1.58变成1 OK 也就是说呢 无条件捨去小数点 那无条件捨去小数点 比较标准的做法 这边有个提示 INT了嘛 实际上你可以在这个前面再包一个INT函数 有没有 这边的话 INT前刮弧 再一个后刮弧 那各位可以看到 后面这个参数 后面的这个结果 刚刚是1.58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1了 也就是说 无条件捨去小数点 那当然无条件捨去小数点 不是只有INT 其实还有像什么run down 不过run down的话 第一个它这个函数太长了 你要拼也是 有没有 但如果比较起来INT是短多了 所以以后无条件捨去小数点 还是记INT比较简单吧 但你要打run down也可以啦 只是说这个字比较多了 OK 好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都把它置中一下好了 那向下填满 因为刚刚我C1有锁起来 所以你向下填满之后 它一定就是都锁在C1 有没有 1的话应该都不会动 所以都是C1 也就是说呢 以这个信号当成参考 就不会动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C1 然后后面的话用INT来做 这个是IEPT函数练习 那什么叫LEN 所以IEPT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们综合练习体 就是重复几个0 有没有 那重复几个0跟什么有关系 跟它的这个里面的字几个有关系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它有三个字 那就不用补0 两个字补一个 一个字就补两个了 好意思类推 那跟什么关系 那基本上就是用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 这里面到底有几个字 那比如说呢 要知道里面有几个字的话 我们可以用所谓LEN LEN这个函数 所以你可以看到LEN这个范例里面 那假如说我想知道什么 这里面的身份字号有几个字 那为什么需要知道它有几个字呢 主要是想要知道说 这个身份字号里面到底有没有错误 因为身份字号 它的长度正确应该是 十个字嘛 对不对 如果不是十个 那表示错误 所以我们可以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是用文字 里面呢你找到一个LEN 不跟这样L 对LEN 那不过特别注意 LEN还有LENB OK LEN跟LENB 也有什么差别呢 特别注意 LEN是算几个字 LENB是算几个拜扯 拜扯 OK 几个拜扯 你想说拜扯 这个比较牵涉到那个 底层的东西啦 那简单讲起来 就是如果你今天中文字就两个拜扯 那如果你是半型的 特别就是半型的英文 跟半型的数字都是一个拜扯 那是全型的话 还是两个拜扯 OK 所以后面我们有一题 练习题就是在 在在在在那个 知道说你这个储存歌里面到底有几个是中文字 有没有 不然你储存歌里面你只想要留下中文字 你不要英文跟数字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了解LENB了 OK 不过现在我们还不需要知道 我们先用LEN按确定 然后呢把这个文字给他 其实呢他里面就是要一个参数 叫一个TES 给他一个TES 他会返还给你什么 一个数字 特别是说这是一个数字 按确定之后 里面的话呢那就是一个 总共的长度 不过呢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说你后面还需要判断 是否正确的话 也许这边的话 你再多一个栏位名称 假设这边再打一个是否正确 YES或NO OK 那你可以把插入函数 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延伸 就不是用文字 请你用逻辑 有没有 如果下个阶段 我们还会讲到逻辑 所以先讲一下 IF 有没有 那怎么知道他的长度是否正确 确定 IF什么呢 这个里面的资料 如果等于什么呢 假设等于10的话 那表示是正确的 所以也许我打一个Y好了 反之的话就是 NO 就是N好了 OK YES或NO OK 简称一下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 也把它自重一下 按向下填满 那你会看到 这个地方 就会显示出最后的结果 当然呢 如果说你希望 这个逻辑里面 我们是分两阶段做 但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逻辑判 这一个LEN放在这里面来 有没有 就是C3里面的资料 就是把这里面的东西放在这里 不过当然公司会变比较冗长一些些 你可以 如果说你功力不够了 我是建议 你就是分好几次来做 你不要一次做 除非说你功力很够一次做 不过啦 其实坦白讲 即便你功力很强 你也不要为难自己 OK 你就慢慢来就好了嘛 为什么好像你一定要弄得很复杂吧 你就像我还是一样 反正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就拆成一个一个慢慢做 你不要想说 我就一定要一步登天 不可能的事情 OK 所以基本上 还是需要拆解 再来完成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 性别 这里的话呢 就会了解 比如说性别男女吧 对吧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 我们身份之号的第二码 就是我们的性别 对不对 一或二啦 当然不会有三 OK 那就是说呢 性别部分呢 如果我要做 那我可能需要的做法是怎么样呢 其实你可以直接一次做完 可是大概一次做完 太复杂了 基本上它会需要什么 第一阶段 需要先把什么呢 把那个第二个字先抓出来 第二个步骤是在判断说 它到底是一或者二 如果它是一的话呢 那就是男生 反之就女生嘛 所以呢 这基本上是两个步骤 那如果两个步骤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 就干脆分两个步骤来做吧 那第一步骤的话呢 我们怎么抓第二个字 基本上这边有提示MID MID 其实应该就是mid的缩写啦 那我们可以插入函数 然后一样用文字 不是逻辑 只要跟文字有关的 都在文字这一个类里面 那MID这个 那当然你可能对这步骤 假设啦 因为这应该用很 这个应该还蛮常用的 如果你对于这个函数不熟 基本上 这表示你的函数功力 真的还是要再提升 因为这个用到的几率 非常的大 那它意思就是说 总共一一二三 有三个参数 它就是从第几个字 然后呢 从第几个字怎么样呢 一个文字嘛 哪一个文字 身份词号 Star StarLumber 指的是第几个字 Lumber chart 指的是你要几个字 OK 所以会有三个问题 你就把这三个问题满足它 它就给你答案了 所以TESLA 指的是身份词号 StarLumber 第几个字 第二个字 那你要几个字 一个字 OK 它就会给你你要的结果 所以函数基本上 简单讲起来 就是一个问答式的 你给它什么 它会return 它会给你东西 返还给你什么东西 那特别注意一下 它返还的东西 如果它是在文字类的 它回来的一定是文字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有没有发现 这个E 特别注意 请注意 这个E它是属于文字的E 而不是那个数字的E 这个E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前后有双引号 如果前后有双引号 它是文字 这个文字 它基本上 跟这个E是不相等的 OK 文字的E 不等于数字E 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里牵涉到一个 所谓的资料形态 这个资料形态 其实跟资料库也很有关系 资料库里面 一样会有资料形态 也就是说你在 制定资料库资料表的时候 它会问你说 你这个栏位里面 要放哪一种类型的资料 如果你用文字 进来就文字 如果你是数字 那就是数字 OK 这两个地方不一样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 那我们就回答 性别就出来了 但是第一阶段 当然没有完成 只是做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 再把这一个东西 做逻辑判断 那你想说 老师那文字 放在旁边再做一遍 其实不用 你可以学一招 我的习惯是先做完之后 再把公式怎么样 剪下来 为什么要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 再贴到E是里面去就好了 OK 所以基本上 反正你就按照你的步骤 反正一步一步一步 即便非常非常复杂的逻辑 通通都有办法 像后面我们还会讲到 那个一幅的逻辑函数 里面你可以 一幅里面再放一幅 一幅里面再放一幅 你可以有很多层的一幅 很复杂的逻辑 其实都判断得出来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个 它的那个 我们这个技巧 记得 剪的时候 记得不要把等号剪下来 把没有等号的文字剪下来 再插入函数一次 再找到逻辑 逻辑里面找到一幅 对不对 那把这个东西贴上 判断什么呢 这个是逻辑判断 因为我刚刚 这里面的东西 假如里面的东西是一的话 等于什么呢 我们用男生 女生 是啦 我今天这个用男生的话 那一习惯是 如果这里面等于一的话 那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男 对不对 反之是女 那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我现在这样子做 会有什么问题发生 看起来好像没错 因为之前有同学 就这样做 做完就按确定之后 变得怎么样 全部都是女生 为什么呢 我刚刚讲的 其实就刚刚的东西 这边 这个是数字的一 有没有 那我们切出来 因为用文字函数 它return给我们一定是 文字的一 所以你这个数字 跟文字不相等 所以怎么办呢 要不就是把后面这个怎么样 把它加双引号 有没有 OK 这样子按确定就OK了 另外还有第二个方法 怎么样呢 旧同学会问说 老师可是 那如果我不想要改后面 我想要改前面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你可以把前面的结果 转换成数字就好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你可能要学会啦 假设你不改后面 你改前面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呢 你就可能会需要学会一个 如何把文字 转成数字的函数 这个函数 不知道各位有用过 有吗 有没有 其实答案就在这个函数里面 OK 当然我们先做这个好了 这个答案确定好了 你会发现 性别 这样就对了 可是有想说同学问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个方法 我想 就是我以后我工作里面刚好会遇到这种状况 就是说 我这边 我需要用的是什么 就是我不要改后面的 我要改前面的 诶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怎么样 需要在前面刮一个什么呢 就是 插入函数里面 其实它就在文字里面 有没有一个函数 是可以把文字转成数字 那你怎么知道呢 有个同学想说 老师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学习 有 教各位一个方法 这边不是有一个函数 下面不是有一个功能的说明 那 刚开始我怎么学呢 我就是一个一个去看 每一个每一个 也许我还用不到这样 我就去浏览它 到底这里面呢 它有什么功能 直到呢 不过 它那个函数很下面 我干脆直接拉到下面 直到我看到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答案了 有没有 将文字资料转换成数字资料 有没有 答案就在这里嘛 对不对 书里面也不见得会告诉你 你翻再多的Excel的函数书 它里面也没讲到 那你我怎么知道 我每一个都看过啦 而且我不一定要死背 但是我略读过 大概有印象 对这个函数 那怎么去使用它 很简单嘛 不就是怎么样呢 把刚刚这边直接外面自己打 要不就是在 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把这个外面 再包一个Value 所以我只想做 多一个Value 所以打一个Value 这个Value应该会拼 Value 前刮符 在这边 再加个后刮符 那意思就是说 把MID切出来的文字 帮我转成数字 再跟它比较 那两边应该就Match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OK 按确定 把它向下填满 答案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 不过呢 它的逻辑不太一样 这个逻辑是 等于文字 这个逻辑是 把前面的东西 有没有 转换成数字之后 再跟这个E比较 OK 这个观念 至少你要 你要有这个观念 不然你如果没有这个观念 你以后资料一定会做错 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 文字跟数字有什么差别 差别很大 看起来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是不一样 OK 好 所以这边的话 顺便讲 所以里面 当然 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怎么学习函数 很简单 你把每一个都稍微瞄一下 不会花你太多时间 顶多一个 停个一秒钟两秒钟 那大概顶多就两百五十几个函数 OK 不过不用死倍 OK 就是至少略 概略的了解一下 那有一些可能你将来会用到的话 你就稍微把它 做个笔记吧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 不然 这叫怎么学这么多东西 OK 好 这第一个 那当然这地方 我们就是LEN加MID 其他叫MID的练习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底下也有MID 比如说取位置开头的前四个 就0551 或者从第八个取后面五个 从第三个取两个 那这边自己再练习一下 那另外还有一个LAT跟RITE 这个我想 也比较简单的函数 就是从头取几个字 跟从尾巴取几个字 OK 那再来我们就要来看 所谓的综合练习题 这个综合练习题 如果说我用REP 加以原源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 这个请各位先想想看 那我们后面大概会有四种解法 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用函数的方法解 不外乎的话 这边产生按钮 按下它 自动完成 或者是说 插入函数的时候 会有个手机的函数 自动给它需要的东西 它给我最后的结果 那这部分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LEN加MID函数 稍微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